那么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了这个标准Io 所谓的标准Io它其实也叫Io 也就是我们对这个内核的进行输入与输出操作 那么它和这个文件Io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那么上一堂课我们这个通过一个幅图来展示了这个标准Io和这个文件Io之间的区别 那么什么是标准Io呢 它也是对内核的一个这个输入与输出操作 那么我们标准Io这个地方会多了一个库 那么我们的程序它首先是写或者是读 从这个库里面去读 库函数再通过这个文件Io的这个相关函数而进入内核 那么这一块是文件Io的相关函数 那么我们的标准Io是主要是涉及到这个库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上一堂课讲到了有三个缓存 哪三个缓存呢 也就是我们用户空间 就是我们自己写的程序里面会有一个缓存 那么我们库函数这个地方它也有一个缓存 那么内核没打开一个文件的时候 它也会有一个缓存 那么我们的程序标准Io里面 我们首先是假如是写的话 那么它首先是写到库函数的缓存 然后再通过这个文件Io将我们这个库函数的缓存写到内核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函数里面 Satanq其实也提到了我们的这个库函数有三类 一个叫全缓存 一个叫航缓存 还有一个是讲的是无缓存 那么这个我们Satanq其实提到了这个主要是重点关注在航缓存 那么航缓存 所谓的航缓存就是遇到了-n 也就是先航复-n的时候 我们库函数会将我们的缓存里面的内容写到内核里面去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写满航缓存的时候 当写满的时候 它也会将我们这个库函数的缓存的内容写到内核中 只有这两种条件情况下 它才会调用文件Io 也就是写到调用函数 将我们的内容写到内核中去 那么同时我们Satanq也写了一个程序 来测试了一下我们这个航缓存它的大小是1024这么大 就是1024这个字节这么大 也就是我们会定义一个数字这么大 这个1024这么大的一个数字 那么对于我们标准Io里面 我本家Io里学到了一些相关函数 那么在标准Io里面我们同样也要学习一些相关的函数 学习一些相关的函数 那么用哪些函数呢 那么在标准Io我们学习了这个文件的打开或者是创建 那么同样的在标准Io里面也有一个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相关函数叫Fopen函数 有我们文件的关闭函数 那么在标准Io里面也会有一个叫Fclose函数 那么在标准Io里面 文件Io里面我们有Lseq的文件读写位置指针的定位函数 那么同样的在标准Io里面 我们有Fseq和Rewind就是文件读写位置的定位指针函数 那么在标准Io里面我们只有一个read和write 两个读写的两个函数 那么当时我们标准Io里面 它的读写函数相对比较多 因为呢 因为我们的缓存分为三大类 全缓存 好缓存 和无缓存 所以 我们的这个读写函数 也是以依据着三大类而进行的这个分类 那么下面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函数叫Fopen函数 它是用来打开或者是创建一个文件 Fopen函数它的返回值是一个文件流指针 它不像我们文件Io里面 它的open函数返回值是一个文件描述符 我们在这个open函数里面 跟大家讲了这个open函数它返回的文件描述符 表示的是我们内核空间的这个文件在一个进程里面 它的这个ID号 它的ID号 如果你打开多个文件 我们怎么去标示在一个进程里面怎么去标示 我们是通过这个ID号 这个ID号我们把它称作是文件描述符 对吧 文件描述符 那同样的我们标示Io里面 我们主要是通过我们这个文件流 这个指针 文件流指针进行了区别 也就是说你在一个进程里面 如果打开多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流指针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文件流指针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它其实是一个这个文件 File到底是个什么呢 它其实是一个结构体 这个结构体是第一在这样的一个 这个图文件里面去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图文件 到底包含有哪些相关的内容 大家可以简单的猜测一下 那么这个指针应该是和我们前面的课程里面 讲到这个缓存相关的 和我们这个缓存有关系 有关系 那么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那么这个函数是包含在我们这个 Lib.io.h里面 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涉及到一些 这个读的这个当前读的指针 和它的这个缓存的开始地址和结束地址 以及写缓存的这个开始地址 和结束地址等等相关的内容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指针里面 包含有读写缓存的一个手地址 还有一个这个缓存的大小 以及位置指针等等 会包含于这样的内容 那么同样的对于我们这个 在文件Io里面 我们当打开一个进程的时候 在文件Io里面 当打开一个进程的时候 内核会自动给我们打开三个文件描述符 第一个是0 第二个是1 第三个是2 它表示的是这个标准的输入 对吧 标准的输入 也就是我们的键盘 那么1表示的标准的输出 标准的输出 那么这个是标准的出错 对吧 这是标准的输入 标准的这个输出 那么同样的 在我们这个标准Io里面 那么会有三个文件流 这个三个文件流 我们把它叫做STD-IN STD-OUT 还有一个叫STD-ER 这三个 那么同样的 它也代表的是标准输入 STD-OUT代表的是标准输出 STD-ER代表的是标准的输出 对于我们讲的这个FOPEN 标准输出的返回值 那么它的参数是什么 它的参数是什么 参数第一个参数我们是 恰心 那跟我们这个前面讲的 这个Open函数的第一个参数是一样的 也就是第一个参数 它是打开这个文件的路径和文件名 打开和创建这个文件的文件名 和这个路径 那么第二个参数呢 是Model 那类似于我们这个 类似于我们这个文件Io的这个 相当于冷静文件Io的这个Flank Flank函数 但是它没有第三个参数 没有第三个参数 我们在文件Io里面 Open函数它的第三个参数是 这个权限 就是如果是要创建一个文件的话 那么它的是一个权限 那么我们FOPEN函数这个地方 没有第三个参数 那么它能否创建一个文件呢 那么等一下我们可以通过程序来看一下 那么这里面Model有很多 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看起来比较繁琐 那么下面我们对这个表格进行整理一下 主要有以下这个四块内容 上面这个表格里面的B 其实是代表的是打开一个二进制文件 二进制文件 R是指读方式打开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是必须存在 W或者是A 是以指写方式打开一个文件 如果这个文件不存在 则创建一个文件 它们之间 W和A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从这个名称上面 W代表的是Write A代表的是Open 也就是类似于我们文件Io的 Ogon Translate和Ogon Open 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W方式打开的话 会先把文件给删除 文件的内容给删除 那么Open的是在原来的内容的 基础之上进行添加 那么R加代表的是以读写方式打开 那么这个文件是必须存在 那么下面我们来通过一个程序 来看一下这个FOpen函数的用法 FOpen函数的用法 那么同样呢 我们来这个 我们在这个Open函数里面写了一个Touch函数 也就是写了一个Touch命令的实现 那么同样呢 我们下面通过FOpen函数方式来实现Touch的这个命令 Touch命令 我们来看一下Touch这个文件 这是我们在文件IO写的这个程序 那么文件IO里面我们主要设计到这个STIO这个图文件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设计不到这个文件IO 这个文件IO的相关的图文件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注射掉 那么下面我们把这个 前面我们这个文件IOopen函数 它返回值是文件描述符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它的返回值 我们要定义一个文件流 发行这个FP 文件流指针FP 把FD改成FP Open函数改成Fopen 那么我们打开也是从命令行里面去 这个写入我们的文件名称 文件名称 那么这个程序里面我们写的是以创建方式 并且以读写方式打开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创建 如果是要创建 那么要不是这个 如果是创建的话 我们应该是W 或者是这个I 对吧 WI 现在以读写方式打开 那么我们只需要加一个 这个加号就可以了 读写方式加号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 可以总结一下这个地方 加号就是代表的是 读写方式打开文件 对 读写方式打开这个文件 下面我们是以这个创建 并且以读写方式打开 好 我们是以这个W加 W加这种方式 如果这个文件不存在 我们可以创建 我们可以创建 FD小于0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可以改成 因为它是一个指针 如果FD得于LAR 那么我们表示创建 不成功 对吧 创建不成功 如果可以 我们创建成功 前面我们打印了这个文件描述符的值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FD给创出 标志成功 Close是关闭一个文件 那么同样呢 我们这个close变成fclose 它的参数也很简单 直接是这个FP 就是文件流指针 那fclose的参数是文件流指针 也就是我们这个fopen款数的返回值 是关闭一个文件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序 能不能实现我们这个touch命令的功能 touch命令的功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w 它没有这个图文件 w加 好 我们这个地方应该是 这个走串 它是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文件 它是一个恰心 对吧 恰心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应该是走串 所以它应该是双引号 好 逼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像通过我们刚才写的程序来 新建一个文件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touch这个程序来生成一个i.c 比较i.c 那么在当前目录底下有没有生成i.c呢 确实生成了i.c这个文件 那么这个i.c是不是我们刚才创建的呢 我们看一下 i.c确实是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程序 创建这个程序 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个i.c 它最后生成的这个权限是 生成的权限是644 生成的4 生成的权限是644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fopen函数 它也可以 创建一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的权限 我们会发现它的权限是644 那么它我们前面open函数的时候 我们有第三个参数 它的有第三个参数 第三个参数是用来设置权限的 当然我们设置的权限 它的x是最中和我们这个umask 它的指取反后相互 最中得到我们的这个权限 那么这个644 它与我们的这个mask 有没有关系呢 它是否有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把umask值 改变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umask 我们的umask是022 那么我们下面把umask改一改 假如我们把它改成000 我们看一下修改后的值 就变成了0 那么下面我们再通过touch命令 来生成一个b.c 好在当前目的底下 会生成一个b.c 我们看一下lb.c 那么它的权限就变成了666 由此可见 那么由此可见 我们fopen函数 fopen函数 如果是创建一个文件 如果是创建一个文件 那么它设置的它的权限 设置的权限 也就是不注意是设置的权限 设置的权限 都是 666 对吧 都是666 也就是说追踪 追踪生成的这个文件 追踪生成的文件权限 它的文件权限 它仍然是等于我们0666 零代表八金字 和umask 取返之后相遇 这是我们fopen函数 它的这个权限 就是对文件群权限的设置 对文件群权限的设置 好 下面我们再接着来看这个fopen函数里面 这个i与w这个之间的区别 那么w我刚才讲过 w主要是打开一个文件的时候 它会把文件的内容给删除 i是打开一个文件的时候 会把这个内容保留 好 下面我们来看看它们之间的区别 假如 这个时候假如我们想这个i.c里面 我们先把b.c给删除 向i.c里面写一些内容 我们仍然是通过重定向的方式 来向i.c写一些内容 比如说我们随便写一些内容 写到i.c里面去 好 这次我们来看一下i.c 这是我们刚才向i.c写的内容 那么下面我们通过它来打开这个程序 注意这个时候就不是创建 我们是打开这个i.c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这个程序里面是 注意我们刚才程序里面是w加 所以它应该首先应该把i.c的内容给删除 我们来看一下i.c有没有内容了 会发现i.c内容不见了 不见了 那么下面我们把这个程序 再改一改 修改一下 我们把w加改成i加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它们之间的区别 同样的我们再写一遍 同样的我们再写一遍 随便写一些内容 写到这个i.c中去 i.c注意我错了 是i.c名里 重点一下 写到这个i.c 我们来看一下i.c的内容 好 有了我们刚才写的内容 下面我们把刚才的程序进行重新 因为我们修改了程序 所以把它重新编译 编译生成touch这个程序 好 下面我们运行touch来打开i.c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程序 是以这个 注意是以追加方式打开 所以我们这个内容应该还存在i.c 这个时候我们的i.c的内容 仍然是存在的 仍然是存在的 因为我们暂时要跟着 但是我们就这样 就在这边 我们有一个字幕 看起来 我们有一个字幕 请看起来 我们下集大集合 我们下集大集合